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一支,呃,观众推荐的笔 英雄850,然后颜色我也是随便选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玫瑰金了,还是说我故意选的 因为每一次买都是那个十几日的买了 然后就没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平常事情也比较多 我没办法说把这些就是繁琐的事情去记得这么轻 好,那还是一样,这个包装 嗯,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支笔 哇,这支笔,第一个感觉看到没有,这个亮面 这个,哇,必须得要一起放着看,你看 完全不差于万宝龙的这个亮面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漆感了,如果是漆感的话 那比我日用的好像,咦,好像没有啊 这个,还是他们两支比较锐利一点,那个,见便便 这个的话也很亮,但是好像差那么一点 但视频上应该看是差不多了 但万宝龙的特别亮,就特别,就是我想指那光面 你看这个线,黑白分明,你看这里就虚一点 这个也是虚一点,那这个是漆感了,这个也是漆感嘛 我等会再看吧,如果这个是跟它一样的话,那比它弱一点 我觉得也是正常,因为本身这种树枝面的话,那个 就这种就是,呃,亮面表现的话,肯定是比漆感的要好的 因为漆感的话,没有怎么讲,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呃,这么,呃,怎么讲 细啊,对,没法做到这么的细,就是它的一个木树 就是你平常抛光的木树,它没办法做到这么,呃,这么小的一个木树 好,那先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大小 哎,还是跟它放一起比较顺手 好,那这支笔的话,首先呢,它也是一样,就是 呃,库存类的国产笔的话的一个粗细,然后再稍微粗一点 因为100的,它肯定是比100粗的 然后当时比我平常用的现场笔的话,它会稍微细那么一点点 那就完全是中间片小的一个,呃,一支钢笔啊,中间片小 笔尖呢,还是拔的,应该不会吧,看一下,哎,怎么回事 哎,果然是拔的,就觉得奇怪,喂,这个笔握,呃,加分 就是,就这么讲,简单,加分,这个笔握绝对加分 一摸上去就知道,我绝对是加分的一个笔握,够够长 然后有弧度,非常好,非常棒 呃,笔尖比较可惜,有点小 呃,再下来,然后,嗯,这,玫瑰金配 对,金色,我还以为我看错了 这有点,呃,怎么讲呢,嗯,算了,啊,也不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了 好歹还个玫瑰金笔尖呗,这一点点的一个 美光上的要求都不能,那个满足一下嘛 好,那个看一下,首先笔尖的话,比平常的小尖的话 还要小,就是一样了,就是五云两品的那个 那个,史密特笔尖的一个大小了 因为那个,百利金的我印象中,这一支是稍微长那么一点点的 因为我鸡尾过百利金的,见到五云那支上去 它会显得比较长一点 那,笔尖的一个形的话,就是平常的话,就,呃,也没有什么值得讲的,就是 但是,也不会太宽,不会太细,非常常规,能,就是你看 百利金的,它是比较,比较长,但是,呃,它也会比较窄 那,雪乐的,如果看的比较多都知道,它前端那个部分是比较宽的 那这一支就,嗯,有点,有点,有点难卡进去 因为它这个卡的时候,看,就是,正常是比较顺的嘛,直接进的嘛 像插拔帽的话,正常应该是,就是我到这里,哇,你看 没有什么就是很大的一个误差,像这个,呃,像这个比较好评的 但,可能是这个比较的设计问题了,但这里的话,一进去,我清新的 然后,两支所有,你看,我用力,要很,比较用力常进去 不知道里面这里塞了什么 好,然后再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比的重量先吧 但这个,呃,后面的应该不用讲太多了 就是单纯,如果是买的话,就是为了这个比我,这个比我我超喜欢 好,33.1的一个重量,然后非常中规中矩的一个重量 就是很,平常就是中,中性比的一个重量嘛 然后再下来,21.9对,就是,重,不管插帽还有拔帽的一个重量 都是非常的,就怎么叫,中性啊,就平常的一个中间值吧 或者一个,标准的一个,标准重量范围内 那再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支比的一个长度先 长度的话,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总长啊 总长的话,138.55的一个长度 拔帽以后呢,是122.78 好,再下来这个比我吧,啊,这个比我为什么喜欢呢? 手小的我可以拿前一点,手大的我可以拿后面一点,哇,非常棒 平常的比我都是直直的,要么就是,呃,你这里鞋 你要么就存鞋面嘛,那很多的就是 比,很多时候就是比我做的不是特别好 就是比的话,我第一个看颜值,第二个就看这个比我 因为我是用,我平常也是很多时候用原原子比的 就是我是拿现场,就现代比了 像那个中性比那些我比较少用 但是我用原子比用的很多,原子比的话就是像这一支嘛 呃,那是爱城的话,我平常如果你拿原子比的话 会拿到很高,你不会拿到这样子,钢比的话是比较比较浅的 但原子比他拿的比较高,所以说我握比平常也是比较高的 像有些他比我太短的,其实我用,我是用的非常不习惯 那这一支的话我能拿高,那如果拿的低的人 或者手比较小的,他拿前面一点,哇 所以说这个比我非常棒,加那么多的分,非常好 好,不是,忘了,不好意思,有点兴奋了 看到一个让人满意的比我,感谢这位观众推荐,非常开心 比我的话,你看就它有这个弧度的时候 其实我平常是用11的,如果它直直的 它这个有弧度的话,像过度的比较好的话 你看9.45,但是我用起来再配上它这个杆的话 我会觉得这支笔很轻,另外呢,就是我不会觉得这支笔特别不好 我特别小,算有一点点,但是不会像,呃,我 不会像这一支的话,你看就整支锁上抓在,就是被挤在这里了 没有这样子一种憋屈感 那像这个的话,我就拿下就非常的自由了 然后再看一下最细的那个地方吧,最细的,你看8.75左右的一个粗细 非常好的一支笔 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支笔的一个笔杆先 那首先这样子一个笔杆,非常值得加分 终于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有点像剑标 但是又不,又抽象很多的一个标 还是说英雄有不少笔都这个标的 如果他英雄100或者,就是英雄他本身如果能把自己整个品牌的这个笔杆嘛 像,呃,万宝龙啊,水能这一类的,或者百利金的 起码或者国产的话,我印象中只有弹笔吧 他的笔杆是固定的,如果英雄是这样子做的话 我觉得会好非常非常多 因为这个这样子做以后,整支笔的认知性会非常高 这支笔的话更希望他顶部啊,不是,这支笔比较细啊 不然我本来还想说啊,他顶部多一个logo 后来是想算了吧 嗯,比环的部分个人觉得设计有点太简陋了 因为他这个范围很大 但是只有一个圆圈,然后一条细线 那觉得有点细节不足 再下来的话,英雄,我不知道他标的话 他有没有压紧或者拉高的 因为买这么多支,呃,他这个字嘛 上面的这个,有时候我感觉他是比较高的 有时候他这个字,他是比较矮的 那希望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统一一下 就是有些就是认知性的 或者就是一些象征性的东西 我希望就说国产比这一块真的能统一一下 不然有时候对新手来讲真的非常不好入门 然后上面顶部的这个圆球好评好评 呃,因为很多的话他是直接做的比较尖的 像哪一支 像 699这个还不是很明显的 如果有用那个写了21k的人的话 会发现笔尾是特别的尖的 那我个人喜欢就是说这里圆一点 但是最好是说能像 呃,这一支吧 这一支的你看就这个笔尾上 它是一个正圆球 那这个你看有点扁 那像有些它会比较尖 那希望是说是一个正圆形 然后这样子过渡下来 这些笔杆上的细节 我个人是非常扣这些东西的 再下来那笔顶上面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还是一个问题 就我个人觉得它呃细节不是非常足 虽然说价格上面非常优惠了 但希望它还能做得更好一点 另外赶的一个面嘛 赶上面的一个类力面 现在细看的话就能看到就是边缘 还是比较模糊的一个 呃,呃,亮面表现 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话 不知道是不是公餐没准备好 那里面的话有点暴露了一个做工 怎么讲呢,呃,这个这个铜点吧 是不是意味着它没有一个密封套筒在里面 但是这一支笔的话 刚刚这么难卡进去 我觉得气密性是应该是问题不大 就是说你笔放进去的时候一两天不用 应该也不会磨干了或者等等的一个问题 那吸磨器也是常规的一个3.4的一个 国产的一个吸磨器了 然后这里的话倒是 诶,这里那应该这支笔是7感的 它如果这里是 你看这里,哇,这里面的细节倒是看起来非常有质感 啊,这我喜欢看不到的细节 呃,看起来应该是 但我摸起来应该像塑料 不太像气感了,气感的话 手感不是这样子的 暂且先把它当做就是金属键 然后加塑胶键吧 气感的话应该是整支摸起来或者重量感会更强一点 好,再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笔尖啊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摸多了 然后气感和那个轻速感都 不,气感和那个数字感有点不太能分得出来 好,下来看一下这个笔尖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上面的一个雕花 哦,压纹吧或者脚 可以可以,好,压纹上面来讲也是一样 就是不是很简单,不是很复杂 那小小肩来讲它这个 嗯,呃,压,压花的话控制的非常好 就整个的复杂程度 我觉得调配的非常好 然后压起来的时候没有像那种写热的那种就是 压下去,然后旁边的那个湖面会比较大 就凹进去,没有凹进去那种感觉 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尖 笔尖的话,这个一粒上来讲的话也OK 哇,好长方形啊 这个看起来好,好像长方形啊 好直啊,这个感觉 然后再看前面应该有点斜的 哎,这次不是,这个是有点糊的 那写起了这支笔的话 照这样看的话应该会比较滑 然后呢,对前面打磨的也是比较圆 就笔尖这边打磨也是比较圆滑的一个笔尖 那这一笔应该也是想 应该,但前面有是斜的 那可能是说想怎么讲,比较滑的中文鞋感吧 应该是想做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然后损伤上面也没有看到很多 那笔尖的话大概是这样子 我是不是该换一点设备了 那这个笔尖好像没法放的 这个好像不是很给力的 如果想放的再大的话好像真的要买显微镜啊 好,那再下来我们上下墨吧 哪些支笔 好,最开心的时候沙漠 沙漠的效率还是挺不错的 但这支笔还是那句 最满意的绝对是笔我 别的地方都还好 就是不是特别人比较无感 因为做的比现在做的应该也 就是不算做就加起来还买过 然后出了也没做的那些的话 几百支是肯定有了 那外观上人怎么讲 人就说会觉得说 非常的有惊喜的 应该是没有很多支了 好,那刚刚做完一支 然后我现在在这里写 我直接就在这里写吧 好,书写完以后跟刚刚看笔尖一样 这支笔 怎么讲,非常滑 这挺滑的 但是滑之中有点 还是有点刮黑板的一个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 笔尖的话就是没有那种顿挫的阻尼感了 但也还ok 反馈感上面来讲的话 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能看到我这个是0.5的 那这边啊 这支笔挺粗的 说实话真真挺粗的 那看你喜不喜欢一个 但是粗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小尖 这个对就是还除了这个笔尖的话 笔尖的话 我觉得还是需要再调整调整 另外听一下这个声音了 这里没什么声音的 你看树的话它就有这个声音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的 但我喜欢横和树这两个鞋杆 它是倒过来的 横的话有点阻尼感 它现在是树有阻尼感 然后横的话就很滑 那如果人这两个人兑换 我觉得会好一点点 就是这个鞋感好像有点怪怪的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那整支笔来讲的话就实用性有 用也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比我非常的满意 其他部分的话也OK 性价比也是有的 那整个评测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一下 然后或者我那个讲漏什么 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大家